电视剧《前行者》是近代谍战剧,以1941年的上海为背景,讲述了潜伏在76号的方家树,周旋于76号,日本人,军同等多方势力之间,为组织获取情报的故事。 方家树始终想不明白,就算李立行往东北运送战俘,给日本人做实验用,最大恶极必须干掉,那也不该是用电话炸弹这样不靠谱的方法。 如果是为了解救战俘,那应该摸清楚运送路线,寻找营救的机会,杀了李立行并不能救人。 另外,就算要杀李立行,也有其他很多机会,电话炸弹听起来厉害,实际上很可能暴露整个银湖小组。 所以,他判断这件事情背后必然另有隐情。 而很快,他也从上线老赵那里,拿到了组织传过来的情报,根本没有往东北运送战俘做实验仪式,证实了自己的判断。 这就是军统的一个谎言。 方家树不愿意伤害无辜的人,虽然李立行一直都是他想要除掉的,但是也不想稀里糊涂成为军统的刀。 所以他和苏雅路交涉,终于利用郑飞雄,逼问出了真相。 军统坚持安装电话炸弹的原因,其实是为了找到傅北红。 傅北红是一个地质学家,有消息显示他正藏在上海租界,他的研究可以帮助日本人在东北,找到支撑战争需要的能源。 李立行疑似已经控制此人,准确用其作为筹码,敲日本人竹竿。 军统安装电话炸弹,其实是想通过窃听,从李立行手中找出傅北红,将其控制在自己手里。 同时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,如果出现落入日本人手里的风险,马上将李立行和傅北红一并灭口,所以才用电话炸弹。 弄明白了军统真实目的,方家树也明白了自己究竟应该做什么,然而他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情, 那就是作为这次行动的主要执行者,苏亚路其实早就知道了行动真正的目的,但之前每一次方家树逼问,他都只说是上风的命令,王不成就要受到家法处置。 为什么要瞒着方家树,甚至还编造出一个别角的谎言,显然这是银湖的命令,而银湖这么做自然是因为不信任,他在试探方家树,是否对组织无条件的忠诚。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从陶玉玲道来开始。 一开始银湖的命令是让方家树尽快把陶玉玲送走,因为陶玉玲在,会影响方家树和苏亚路的情侣关系,一直以来两人传递情报配合任务,都是以这种关系做掩护。 如今因为陶玉玲出现,两人不得不分手,必然会影响很多军统行动。 但后来银湖的态度却发生了大转变,不但同意陶玉玲留下,而且还要求陶玉玲参与到电话炸弹的行动中,甚至最后变成了,让方家树和苏亚路分手,把陶玉玲发展进军统。 这样的转变是绝不寻常的,甚至可以说是在做切割,因为苏亚路是方家树的军统联络人,负责传递情报和命令。 如果解除情侣关系,就意味着要重新建立另外的,不会引人怀疑的联络渠道,这显然是要把苏亚路摘出去。 这么重大的态度转变中间,其实发生的只有方家树家里着火这件事情,所以方家树自以为处理的天衣无缝,骗过了李立行,实际上还是出现了疏漏,已经引起了银湖的怀疑。 所以电话炸弹是针对李立行的行动,但同时设置48小时等等条件,也是银湖对方家树第一次测试,显然方家树没有通过,他的表现让银湖对他更加的不信任。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,那就是在绑架郑飞熊儿子的过程中,终于发挥了关键作用,没有他与军统特务看似巧合,实际上默契的配合,绑架计划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。 作为一个第一级就出场的角色,却一直游离在主线剧情之外,和所有的角色和事件几乎没有关联,但是又存在感极强,如此突兀显然是有所隐藏。 他的真实身份不得不让人怀疑。 朱玉是舞女,之前在歌舞厅工作,是能出入李主任包间,游走在李立行,叶星成等人中间的人。 如今又出现在76号的饭馆,在陶玉玲的身边,这一切真的是巧合吗? 或许朱玉就是银湖。 他要通过陶玉玲将顺藤摸瓜,抓住神秘的杜鹃。 暂时躲过了李立行的怀疑,却迎来了更大的危险,邦家树如何应对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